跟人类99%相同 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个农药 对立腺体会造成伤害 在密封里面造成伤害的话 它在人体身上也应该会造成伤害 身体中每个细胞都含有许多立腺体 立腺体对细胞的正常运作 及能量生成非常重要 也被认为在人类疾病和老化过程中 扮演关键性角色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各国 生病的几率不断提高了 而且发病的年纪也越来越早了 过去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讲说癌症不但是genetic disorder 而且癌症都是60岁以后才会有 现在癌症两岁小孩子都可能有了 蜜蜂与人类的命运紧密交织 蜜蜂目前的处境显示 大自然的脆弱平衡已经遭到扰乱 这是一个警告 人类现在的行为 正在酝酿未来的可怕梦魇 回到美国波士顿 旅程生教授正要前往他的实验蜂巢 他想利用他的假设 重现蜂群崩坏现象 他和当地养蜂人合作 观察这些蜂群 今天他带来尼古丁农药 他认为这是造成蜂群崩坏的元凶 首先他们准备高果糖玉米糖浆 喂食蜜蜂 这是美国广泛采用的方法 旅程生教授的理论是 糖浆所含的微量尼古丁农药 使蜂群神秘消失的导音 各个实验蜂窝被曝露在不同剂量的农药中 看会发生什么状况 这是我们在研究中的药群 每个蜂群会给予一个农药 所以我们常常做的是 从第一至六个蜂群 我们将做的是 把药群放入这种饭碗 然后加入高果糖玉米糖浆 再把瓶子进入蜂巢供蜜射食 过去一种叫芽包杆菌的细菌 被广泛用来保护基因改良玉米免于虫害 但害虫逐渐产生抗药性 以致效果不张 2005年业界大量改用尼古丁农药 那年收成的玉米 在年底被拿来制作高果糖玉米糖浆 并在2006年开始供养蜂人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CCD 在2006年,2007年 所以我们用这些时间来 作为了证据 我们的计划 那年约的经济 是不存在高果糖的酵酵 因为有改变的变化 这些使用高果糖的酵酵酵 这些使用到CCD 对,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 吕晨生教授前来拜访大卫鲁康先生 他是世界上唯一亲眼目睹 CCD发生的人 实验蜂巢位在他的土地上 事情发生在2011年某个寒冷的冬日 他们的冬季求生本能 仿佛突然发生短路 居然执意离开蜂窝 在冰冷的空气中冻死 这是CCD的典型特征 仿佛每个蜂箱的六万只蜜蜂 大规模集体自杀 尼古丁烟茧类农药属于内息性农药 主要用来包覆种子或注入土壤 农药被吸收以后 分布到整个植株上 无论害虫咬食哪个部位 都会食入农药 同理 无论人类吃到哪个部分 农药都会存在 根据美国农业部研究 超过50%的食物都有尼古丁农药残留 依照体重来换算 人类摄入的剂量和蜜蜂相去不远 我们无法立即看到后果 但它可能造成慢性病状 逐渐伤害我们 在国立台湾大学 研究人员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他们用一种叫易达安的尼古丁类农药 喂食蜜蜂幼虫 浓度从十亿分之十到五十 相当于自然界中农药的微量残留 我们现在这个实验是喂食不同浓度的易达安 在喂食易达安之后蜜蜂会中毒 虽然它们羽化之后跟一般的蜜蜂 就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别 但是它们会变得比较迟钝 那之后我们会利用一系列的实验 比较一般的蜜蜂跟中毒的蜜蜂它们的差别 这类农药的作用 就像香烟里的尼古丁 会刺激神经让人兴奋 使害虫神经系统瘫痪 导致死亡 而为致死量的农药 也同时让蜜蜂变迟钝 台大昆虫系的杨恩成教授 发展了这个实验 老师好 他们用雷达追踪蜜蜂的飞行模式 所有研究蜜蜂对于农药 这个感受的行为上面 发现有一些蜜蜂它中毒之后 有一些很奇异的行为出现 包括它会看起来非常的焦躁不安 有些就飞行上面就会出问题 甚至它出去以后就不回来 现在目前世界上比较注重的 这个易达安这个农药 在我们台湾也有 那它在吸取这个易达安 少量的这个剂量的时候 它不会死 可是它的行为就变得很怪异 所以它可能采了花蜜之后 它就不会正常地回到它的草 先将发送雷达讯号的 小型感应晶片粘在蜜蜂上 接着用紫外线使粘着剂干燥 晶片非常轻 不会影响蜜蜂的正常活动 研究人员将糖水放入喂食器 蜜蜂会在数分钟内记住地点 并在蜂窝和喂食器间来回穿梭 随后将距离逐渐拉大 直到30公尺为止 正常的话蜜蜂它离开 然后回到草 再下一次来 这个时间不会超过300秒 也就是五分钟之内 它一定要来回一次 供蜂正常 蜜蜂如果吸取少量的 这一个荣药的话 尤其是义达 它很明显这个时间 就拉长了 甚至就不见了 如果剂量越来越高的时候 它就不见了 雷达实验之后 杨恩诚教授出去寻找失踪的蜜蜂 这只蜜蜂不应该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喂食易达安之后的蜜蜂 利用雷达追踪 它应该是在飞到正常的位置的这个figure上面 所以飞到这边已经超出原来它采食的范围 蜜蜂的异常行为发生在为致死量的情况 与急剧中毒导致立即死亡不同 但必须追踪大量的蜜蜂 才能获得可靠资料 因此 它们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 创造了全球第一支有四亲的蜜蜂 将活蜜蜂稍微冷冻 使它承办昏睡状态 这样比较好操作 首先要把它放到雕刻架上面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每一支蜜蜂的状况 那我们首先要把它的胶放好 然后再把它的头卡好 那这就是我们固定好的蜜蜂 那我们把它固定在雕刻架上面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它进行背毛的刮除 那背毛的刮除呢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毛是会有杂讯 接下来我们要补上它的颜料 那涂上颜料的话 主要就是让它有一个好的表面 让它可以进行雕刻 每支蜜蜂背上都被刺上不同编号 蜜蜂每天会多次离巢去采集花蜜 离巢时间的长度可以提供宝贵的行为讯息 装设于蜂巢入口处的红外线感应门 会记录每支刺青蜜蜂的活动 这就像是每支蜜蜂的医学报表 首先必须为还没受毒害的正常蜜蜂 建立基础资料以方便比较 研究团队设置了一套资讯追踪系统 它有固定 这种军方常用的技术 是全球首次应用在昆虫研究上 感应器记录了所有蜜蜂的进出状况 我们也会把它当下的整个蜂巢内外的环境参数 一起做记录 把这个资讯就传到我们后段那边有一个杂道器 那杂道器会再透过我们一般手机用户的那种电信系统 那就自动打回 形成蜂蜂之后就打回台北 学界对蜜蜂的研究还很有限 对人类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农药确实有影响 过去这二十年三十年 整个社会对这个